今天帶大家來到清遠 體驗一下玻璃水溪邊露營 是怎樣的體驗 營地位於清遠的西北方向 廣州出發 一個半小時可以到達 營地屬於收費營地 所以廁所浴室一應俱全 營地可以分為三個露營區域 詳細攻略可以看到航篇 最後我們選擇了草地區域搭營 搭好營地之後 我們馬上拿出免料使用疏水塗層的 小鷹浴缸背包 準備去營地玻璃水溪索溪 營地途步到小溪 只需要兩分鐘路程 而且一路都是小石頭鋪的路 非常有感覺 老闆說這條小溪重心有4.8公里 但需要有專業教練才可以走到最深處 我們這些小伯只能途步進入200米左右 這裡還有很多回碟 他們會一直跟著你 好像幫你帶路一樣 沿途景色十分漂亮 但必須要注意安全 進來之後會見到一個2米深的玻璃水潭 水質直至建底 十分冰涼 之前想看這麼漂亮的水潭 起碼要步行1至2小時進去深山 但現在整個路程只需要15分鐘 坐在溪片喝上一杯茶 聆聽一下大自然的聲音 感覺非常舒服 在草地區域的露蓮區 還有一個可以取到山泉水的位置 老闆說用這山泉水煲茶和咖啡 會喝到不一樣的甜 你看這些冰涼的山泉水打出來之後 馬上冷到起霧 營地還有一個1000方的集裝箱休息區 裡面有空調房、茶室、冰箱等等 人性化的設計確實是不錯 這裡還有可以滑掌的湖 湖水是玻璃水小溪流出來的溪水 所以特別清澈 如果你是徒步愛好者 這條徒步線路也都非常適合你 在B露蓮點旁邊還有一片小農場 老闆說這裡的有機梳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試過,確實都挺甜 因為這裡處於山谷 所以有清涼的山風一直吹 到了旁晚,這裡的黃昏也都非常好看 在一個清涼的晚上 我們煮起了晚餐 晚餐之後看著曼天的星星 享受著這些超美的自然環境 確實不錯 第二天睡醒 因為在樹蔭的下面 所以可以睡到十點多 再煮上一份早餐 再用原地直接的山水沖一杯茶 感覺不用我多說了吧 感受自然,愛上露營,來吧 每一步行山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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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